胚胎发育不全 41岁大S宣布终止怀孕41岁台湾女星徐希元大S早前执任怀有第三胎 不过今日有消息指她要终止怀孕 刚刚大S一透过经理人发声明承认终止怀孕 全文如下 日前经由媒体披露大S徐希元怀第三胎的消息 希元在第一时间并未即刻回应 后经媒体持续关心 希元透过声明坦诚怀了第三胎 也直言不会这次怀胎的心态随缘 当时并未透露在产检时 妇产科医师已经发现这个胚胎发育速度较慢 必须持续密切观察 希元与小飞 大S丈夫汪小飞 这段期间日夜祈祷 希望奇迹出现 可惜日前产减时 医生表示始终无法侦测到胚胎心跳 确定胚胎发育不全 夫妻两人与家人讨论后 决定接受医师专业的建议 终止怀孕 在家人悉心照顾之下 希元身体已经复原 希元表示 目前心情逐渐平静 也知道外界对他与家人的关心与祝福 因此希望向所有关心他身体健康的朋友们进行密上说明 也请大家放心 希元强调 虽然跟这个孩子的缘分很短 却让他体会到很多 他相信好好珍惜此刻全家人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就是幸福大S 愿带小S生不健康小孩 网友翻书康熙片段 类崩大S日前宣布怀上第三胎 但他今透过经纪人发表声明 透露胚胎发育不全 已接受医生建议终止怀孕 他2015年上康熙来了时 妹妹小S透露大S曾因担心他生不出健康的小孩 愿意代替他生不健康小孩 有网友翻出此片段 感慨冥冥中似有安排 节目中小S回忆怀老大时 医院告知他厌血报告结果 表示小孩可能会是不健康的 小S当下打电话跟大S哭诉 后来才知道大S听他说完后 立刻跟神祷告 拜托小S一定要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 如果徐家一定要有一个不健康的孩子的话 他 大S愿意生这个小孩 当时姊妹俩一同在节目上哽咽 姊妹情深令人动容 不少网友回忆起这段往事 纷纷为大S打气 突然回想起这个 似乎冥冥中自有安排 希望大S以后能一切安好 天啊瞬间泪目了 他是超级好的人 二姊妹都要好好的大S保不住第三胎 胚胎发育不全 人工流产41岁大S经爆流产 经纪人发声明表示 日前产减时 医生表示始终无法侦测到胚胎心跳 确定胚胎发育不全 夫妻两人与家人讨论后 决定接受医师专业的建议 中 中 致怀孕 大S上个月经传颠嫌妇发昏倒 紧急送院 事后他证实三度怀孕 当时他公开腹中胎儿锦西州 开心表示 我们是在很不可能的情况下中的 我们都觉得是天意 之后他还曾被苹果独家目击 在公园陪儿子踢球录中国节目 虽然身材看来仍纤细 但突突明显 不过虽然喜是一件 但他也面临高龄产妇的风险 尤其他之前生第二胎时 因为难忍公缩痛楚而体力不支 加上对止痛药物过敏 竟然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昏迷及短暂缺氧症状 导致癫痫发作被送进家户病房 差点连命都丢了 过程辛苦 不料现在却保不住第三胎 难过程度可想而知 被问到大S接下来还会想再判生吗 大S经纪人刚则表示 现在想不到那么远的问题 先调养身体为主 记者刚简讯为问大S 请他保重身体 他回 谢谢 蔡雷欣 张瑞震综合报道 声明稿全文如下 日前经由媒体披露大S 徐西元怀第三胎的消息 西元在第一时间并未即刻回应 后经媒体持续关心 西元透过声明坦诚怀了第三胎 也直言不会这次怀胎的心态随缘 当时并未透露在产检时 妇产科医师已经发现这个胚胎发育速度较慢 必须持续密切观察 西元与小菲这段期间日夜祈祷 希望奇迹出现 可惜日前产检时 医生表示始终无法侦测到胚胎心跳 确定胚胎发育不全 夫妻两人与家人讨论后 决定接受医师专业的建议 中、中、至怀孕 在家人悉心照顾之下 西元身体已经复原 西元表示 目前心情逐渐平静 也知道外界对他与家人的关心与祝福 因此希望向所有关心他身体健康的朋友们进行密上说明 也请大家放心 西元强调 虽然跟这个孩子的缘分很短 却让他体会到很多 他相信好好珍惜此刻全家人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就是幸福炎炎男神板口建太郎来了 300粉丝街机26岁日本炎炎男神板口建太郎 搭乘华航CR107班机于中午12时时分抵达桃源机场 板口建太郎下机时一身轻松打扮 见媒体拍摄主动打招呼 非常亲民 沿路也有不少同班机的日本旅客认诸他 他也客气地挥手回应 入境时 淘机二行下入境大厅已有至少300名粉丝等待 板口建太郎才现身就让粉丝疯狂接叫 像机声此起彼落 也许是惊讶自己在台湾的人气超夯 他频频回头看街机粉丝 并不时向粉丝挥手 板口建太郎虽然在保镖开道下前往搭乘保姆车 但粉丝实在太热情 过程中不时出现推挤的情况 还有粉丝跌倒 他也立刻停下脚步拉起跌倒的粉丝 并多次停下脚步 透过翻译人员转告 请大家注意安全 不要推挤 十分担心粉丝的安全 他将于下午出席与林赖瑶主演的新片今夜 在浪漫剧场与你相遇的记者会 稍晚也会献身美丽华大直影城的三场粉丝同乐会 同乐会门票开卖后 一千个座位在一分钟内秒杀 也证明他的男神魅力果然无法挡 他预定明天晚上6点25分搭乘华航Ci222班机于松山机场离台 返回日本后继续赶拍信号 信号每周六凌晨12点在KKTV更新最新一集 今片周五在台上映